暴改香港窝居房 狗蛋每天任劳任怨的卖力工作 包风头决定给他换个大一点的房间 幸福来得太突然 二狗一家人手舞足蹈的翻天 没想到满打满算才3.6平方米 这个房间刚好只能放下大小棺材 连个正常的床都放不下 只能给梁母子搭一个简易床 狗蛋每天只能睡在绳子上 一不小心就惊心 哎呀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大不了有头头再来 二狗找来装修神器助小帮 先点设计我家 我小区名 瞬间匹配户型图 免费生成了我家的3D设计图 一 卫生间厨房区域瓷砖上墙 用瓷砖切碍柜做收纳 角落嵌入台下洗手池 底下锅碗瓢瓢全放下 推拉柜门不占空间 旁边嵌入洗红衣品机 全家人的衣服洗完风干直接穿 上面放上电磁炉就是简易床 上面做上班柜 存放调料和洗漱用品 提前墙面开槽嵌入水箱 安装悬空地挂马桶 二狗在每天在家里 也能享受追呼拉朽海山早海的乐趣 安装简单花洒 辛苦一天的狗蛋洗 却满身疲惫在它新增车 外面安装三扇玻璃推拉门 形成主力空间 二 休息区半节目视面贴面 靠墙坐一排沙发床 放上软垫就是舒服的沙发 下面搭配两个带滚人的抽屉 做收纳 轻轻拉开就是一张床 放上被子枕头就是简单的床 二狗老婆一个人睡觉也舒服 推进去就是休闲沙发 一边抽出收纳狗蛋 打拼生活的零零碎碎 一边抽出收纳狗蛋老婆 这些年打下的江山 沙发背后掏一个洞 嵌入壁刊做收纳 狗蛋中外的中外文学随便房 靠墙半节鞋柜不能少 一加三口长穿鞋子全放下 打开上面盖板就是餐桌 一加三口在这里吃饭 一点都不用挤 放上办公用品就是孩子的学习区 收起来不占空间 门后贴块洞洞板 回家钥匙包包随手放 三 用镀芯方管坐床下 外包环保幕式面 铺上松软床垫就是床 床头坐衣柜 底下放过肩的后面背 孩子常穿衣服全挂下 关上柜门更整洁 最后安装折叠爬梯和护栏 方便两口子上下 关键高度也足够高 时刻激励狗蛋不坠青云之质 窝居房这样设计 面积虽小 功能齐全 满足了一加三口的全部需求